戴亞PO了一個對話 他就說有他的臉書好友跟他講說 你要小心 有人要帶風向 水軍要出門 結果才講完沒多久 全部 但是你看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不要污衊我 黑哥請拿出實證 你看那些帳號都是一些奇怪的 名字都念不出來什麼 LAMA MINI 還是什麼BOYGON 你看這個名字 你都不知道 他是在攻什麼 因為每一個留言 都長一模一樣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通通是不一樣的人 卻留一樣 一模一樣的留言 其中還有一個Mate歌 看起來像機器人 對 像機器人 但是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有個Mate歌 還有一句 他就講說 請大家 他就先講任務 冒號 請大家帶到一句話 就是這兩句話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不要污衊我黑哥 然後下面又回自己 講完自己回說 哎呀 忘了三這一句 然後就想說 哇 你這個出任務的時候 你還公布給大家知道 我們可以看到范瑋琪被爆 買了網軍 據說他們透過網軍 現在正在努力洗白 有效嗎 而這一招過去藝人 很多都用過 對 其實來講的話 藝人最怕的就是民生出了問題 民生如果出了問題 第一個你的代言會有問題 第二個恐怕會被人家求償 那現在的話 黑人被大牙指控 在指控之後 其實有很多藝人 也是來聲援大牙的 可是大牙PO了一個對話 他就說有他的臉書好友 跟他講說 你要小心 有人要帶風向 水軍要出門 結果才講完沒多久 啪 全部 但是你看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不要污衊我 黑哥請拿出實證 你看那些帳號 都是一些奇怪的 名字都唸不出來什麼 LAM MINI 還是什麼BOYCON 你看這個名字 你都不知道 他自己一看就知道是網軍 因為每一個留言都長一模一樣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又在炒熱度了嗎 無聊 通通通是不一樣的人 卻留一樣 一模一樣的留言 對 其中還有一個MAT歌 看起來像機器人 對 像機器人 但是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有個MAT歌 還有一句 他就講說 請大家 他就先講任務 冒號 請大家帶到一句話 就是這兩句話 又在炒熱度嗎 無聊 不要污衊我黑哥 然後下面又回自己 講完自己回說 忘了刪這一句 然後就想說 你這個出任務的時候 你還公佈給大家知道 不過這個東西 其實下面有人就來幫他講 這個MAT歌 是香港很有名的一個網紅 到底是反串 還是說被人家冒用 那MAT歌有出來講了 他說這個東西 其實他沒有收對方的錢 所以這個東西是被人家冒用 可是從頭到尾 大家來看 這個有沒有效 這肯定是沒有效 你像是一個機器人一樣 而且在 偷偷的機器人 不要污衊我黑哥 請拿出實證 每一句都一樣 對 然後大家回頭來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有一個資安專家 叫CIH CIH為什麼他很紅 他在台灣算是可以破解 很多機關的一個網路的防火牆 然後他就出來爬梳 他就說這些帳號 他把他用自己的私人工具 把他拿出來 我們要講一個藝人 叫李玉芬 李玉芬其實大家對他 他不是那麼的熟悉 可是他今年突然出了一個MV 然後他的IG爆紅 他爆紅到什麼程度 他的IG短短幾個月內 有四百萬個站 四百萬個站是超越蔡依林的 所以在那一次裡面 大家就來想說 他是不是買本 然後CIH有去查他 發現說他裡面 大概有90%都是假帳號 那假帳號在這一次 出現在哪裡 就是在這裡 所以他們就 這樣就是同一批 對他們就說可能是跟他們有關係的 或者是跟著 根本就是跟同一家 同一家網路行銷公司買的 然後為什麼這些名字 我們都念不太出來 越南 這家公司在越南 所以他當初就是來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另外來講的話 除了在黑人 不要污衊我大黑哥 還有誰 范范范尾奇 有一個網友也跳出來講了 在過去來講 他們不是這對夫妻 我們講這樣講比較難聽 不是第一次出事情 過去就有一些說謊的案例 然後出事情之後 馬上就有人來帶風向 只要有人批評 他就說你無聊 這事情都吵多久 難道你就沒有問題嗎 這東西都都都都都都都 弄出來之後 就有人在這個講了說 范范很好 為什麼大家要罵他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支持的 一個風向 然後下面就有人在講了 其實在過去在網軍群 他自己去那邊工作過 所以這網友就說 范范尾奇開演唱會的時候 有一則留言 就是剛才這個留言 范范很好 大家為什麼要罵他呢 其實就被點名了 你要有KPI 要按到一定的一個數量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花錢買的嘛 可是在這個業界裡面 花錢買已經不是秘密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雷神 對 之前雷神 不是常常在半夜嗎 在控訴王力宏 他有一些私生活 一些不檢點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半夜不能睡覺 為什麼 就是想說 他又要報什麼料 對 然後那個小業記者 到十一點半鐘 他收工了 雷神就突然砰 我就突然丟一個東西 雷神他丟一個東西 丟什麼 王力宏的一個賬單 就是說他自己成立公司 然後其中有一筆 這賬單就是什麼 六月十一號 安排四萬個點讚 加四百個評論 費用是多少 報價是八百四十元 那八百四十元 其實是人民幣 那也便宜 也不貴 六月十六號 安排兩萬個點讚 加兩百個評論 費用是四百二十 總共是一千兩百六十元的一個費用 那這個東西是誰 這是王力宏的公司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情 那都是要來買這些水菌來洗白 可是費用貴嗎 費用其實蠻便宜的 但是這個費用 我們要回頭大家講 他除了這個東西以外 他後來發現說不夠 因為你只有按讚 然後就有單純的評論的話 你是無法帶風向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流行 王力宏那次事件 就流行要從國外的帳號 因為本土的帳號 可能會被他找到 所以常常只要是這個李敬蕾 雷神之髓打下去之後 馬上就有人出來罵 可是罵他的人支持王力宏 然後罵李敬蕾都是誰 葡萄牙人 美國人 羅馬尼亞人跟土耳其 他們的帳號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就被網友找出來 就說你如果你要半夜來弄這個東西 你可不可以找專業一點的 你都找這些國外的帳號 那國外的帳號其實在PTT上面 你不用特別去勾集 你從後面就看得出來 李敬蕾小姐 知道大家都看膩了嗎 然後土耳其也有網友在問 王力宏為何不能帶人回自己的房子 其實來來回回都是這個東西 我搞懂 所以這是王力宏 所以王力宏之前找大陸的網軍 沒錯 現在找到國外的 那國外的這些機器人 其實他們的答案也好 他們的問話也好 都是如出一策 對 都不是太專業 但好像蠻有效的 因為他真的敷出 也洗白 而且在中國市場 也開始在開拓新的市場 沒錯 這代表說 網軍有沒有效 我們比較聰明的人 大家看得出來 看破手腳 手腳的就看得出來 可是你實際上你在帶風向 數大便是美 當你的量數起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很多人會笑說 你這個什麼葡萄牙 羅馬人 羅馬尼亞人 那是杭阿萊的人才知道 對 但是你不要 我們在第一時間只注意到新聞 等到過一陣子 你會發現在Google 在網路上面的新聞 很多時候只留下這些 所以你批評他的人 會慢慢被洗掉 所以這就是網軍 他真正的功用 第一時間我被你笑沒關係 可是當我量大量數量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Google會覺得說這是真的 所以到最後會洗回來剩下這個 好 我們來講一下網軍的一個價目表 你在網軍上面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你在 比如說一些拍賣的平臺 蝦皮 露天都買得到 我們先講最貴最貴的是PTT 尤其現在選舉要到了 PTT上面他可以給你計算 你要累積一千個登錄的次數 大概是五千塊 然後你是一手的全新帳號 然後累計登錄次數兩千八百六十一的是五千塊 好 那重點這是老帳號 然後沒有退文或禁止發言的紀錄 大家要知道這個美感是什麼 你要在PTT上面拿到帳號 是不容易的 是 對 他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讓你去申請的 好 有一陣子像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突然之間PTT打開大門 說大家來申請的時候 多少公安公司瘋了 那個時候為了拿這個認證的手機號碼 都是跟詐騙集團調號碼 因為你要一次申請到 以後就可以留著用 只是要生財可以賣的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而且為什麼要有登記一千次 因為你要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可以發言 如果你不能發言 你只能在那邊推推推推 所以累計登錄一千次帳號的 他才有價值嘛 對 他才有價值 直接購買價值五千三百九十塊 就是因為他已經累計到這麼多次 他可以直接發文了 沒錯 好 但是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因為最近要選舉了 所以這個價錢 如果你在五千塊就買到的話 恭喜你你一定是被騙 一定是無法登錄 對 現在大概成以五倍 成以五倍 而且你成以五倍 一個賬號兩萬多 兩萬多 可是兩萬多會貴嗎 不會貴 你想想看 如果你現在弄一個媒體 你要丟個幾百萬幾千萬 可是你只要買到 可以發文的帳號 你只要在這個報掛板裡面 你破一篇 直遞一聲 記者都來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不用幾百萬幾千萬 你只要買到 可以合法發文的帳號 而且最好用的是老帳號 你說第一個 其實沒有什麼價值 五千三百九十塊 那個一手全新帳號 你發了一個 比較有爭議的文章之後 大家回去爬書 就知道你是假的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價目標 包括YouTube YouTube如果有一千次的觀看 你要花兩百五到四百 要一千人訂閱花兩千四到三千四 一千人按讚是花兩千三到三千 那麼在FB的粉絲團 你要拿到一千個讚 大概要花一千三到兩千塊 粉絲團五顆星的好評 如果你要拿到一百個好評 那大概花兩千塊 單篇動態貼文一百個讚 大概花一百到兩百 留言按讚要三百個讚以內 就是一個一塊錢 貼文分享的話 一千次兩千四百塊錢 一萬次五千塊錢 那臉書直播 如果你希望能夠有上百人 在線的話一百個人的話 60分鐘大概花六百到八百 好 這是價目標 當然選舉之後 重通都漲價了